起火的裝修單位冒出大量濃煙 多名消防員到場駕起雲梯灌救 期間大廈內十多名住客需要疏散 消防最後用了16分鐘將火救式 火警中沒有人受傷 事發在早7時23分 彌敦道86至88號安樂大廈十樓一個裝修單位突然起火 由於現場沒有自然起火的原因 加上火勢蔓延得不尋常 消防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 交由警方跟進調查